時間回到1985年 剛剛學會拍照的時候 就在街上拿著相機 都不知道拍什麼 最初就是 跑運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最後都是 回到去給老師說 不知道自己拍什麼 其實第一張我開始覺得是相片 就是大家看到畫面這一張 這一張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當時拿著相機 到處走的時候 已經想著要把中環一些 特別的地方拍下來 這個畫面裡面有什麼特別呢 對於我來說 就是說 一個流浪漢 在一個角落裡面 就是側地下的煙頭來吃 而剛剛前面就這麼巧 就是有個駕駛著一架 名貴房車 Benz 就在它面前 吃飲 這個在我拍照裡面 最強最強的印象就是這一張 那這一張影響到我 甚至乎三十年之後 我都會覺得是 貧富懸殊 在我拍照裡面 一個主題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主題 簡單來說 就是現在說回以前 就是說 小朋友 現在可能 不會在打機的房間裡面 玩一天 但是在1985年 所有的小朋友 其實都還在生活裡面 是比較困難一些的 很多事情 爸爸媽媽未必照顧得到 那麼多 什麼 起居飲食 出行 很多小朋友 其實 就要自己 很小時候 就已經獨立去 去生活 那這裏 其實就是 香港的大澳水鄉 那裏 那裏 是一個漁村來的 所有小朋友 小時候 已經是 他要去買些東西 他要上岸 全部都要排名制 那所以呢 這張照片 就是一個姐 搶著小妹妹 或者可能自己的妹 那 上岸去玩也好 去買東西也好 那其實 以前是一個很普通的畫面 但是去到現在呢 想找個小朋友 這樣在水裡面 爬 就已經 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現在 跌落水 沒有人教 被人高 很多很多事情 都已經過了去